有一个弹性的板块就是车股 比亚迪升了超过8% 麦吉利也有些数据出来 就是看到纯电动车的销量大增 股价昨天就升了超过6% 你想起车更加升了近一成 因为首季业绩规损收窄 还有管理层也有说到 预料第二季尾的供应链就可以回复正常 有人有说过他们加价之后 新订单流入已经回升到疫情前的水平 似乎消息都不错 所以带动车股的板块升了上来 但是你怎样看车股 当然大家又会有个问题 有些股份都升了 本身一路都是价值的高位 车股这个板块还值得去勤立吗 或者说回整个板块的基本面 我想车股在第一季度 都保持着一个比较平均的增长之后 我想来到第二季 那个增长速度 一定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滑 最主要就是因为上海的大城市的疫情 令到整个生产店的供应 的确受到比较大的制爪 而整体上面整个板块的股价表现 其实大部分的车股 现在基本上 虽然经过了昨天比较大的单日的反弹 但基本上股价还未脱离底部的范围 我自己觉得暂时在疫情持续的情况下 我想车股仍需要多一段时间在这个位置整股 但我自己预期随着上海方面 上海在复工复产方面逐步落实 我自己预计汽车这个板块在下半年 会有一个不错的反弹的机会 这个就是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个比较 大体的判断 当然对于不同的股份来说 它自己个别的因素就有少少不同 比如刚才艾鸾也说过三个 一个是比亚迪 比亚迪的股价相对来说算比较强 始终它聚焦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业务 无论是它自身的收入水平 或者整个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情况 相比起内地整体车市来说 都是理想不少的 但是近期由于受到一个环保门的事件 我相信短期股价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相对来说我始终对新能源汽车的板块 比起其他传统汽车的板块 我更加是会看好或者看高一线的 第二个就是吉利 吉利其实它公布数据 我觉得都算是正常的 因为见到新能源汽车 是跟着整个大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 但是始终吉利整体上面的业绩 都是受到一个传统汽车的销售 所占的比例为主 同时见到吉利4月份 如果说总体上面的汽车销售 按年那个下跌幅度 亦都差不多在三成附近 基本上都是跟回整个行业的 正如刚才所说 对于这些传统汽车 我相信暂时可能要多些时间 在底部附近做一个整顾 但是下半年的时间 我相信随着疫情 有机会出现一个复苏的情况 我相信对于车股来说 都会有一个反弹机会在 反而理想可以多说一点 理想昨天的升幅 就有超过一成 但是看回它的业绩数据 我认为业绩数据 就是股价是理想 但未必是推升它的股价最大的原因 因为虽然它第一季的业绩是不错 但是市场都反映着 第二季始终有个回落的情况 反而在公布业绩之后 公司说到在未来应对原材料价格上升的情况之下 其实公司或集团就未必需要再度加价 为什么呢 因为在前期的加价幅度当中 是已经将皇后的因素 或者皇后所面对的一些情况 已经提早纳入它的考虑范围 所以市场对这个反应相对来说 是比较正面一点 同时以造车的新势力来说 我相信理想市场的定位 和小鹏汽车的市场定位 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适合新势力汽车 它本身的发展模式 所以我相信这个也是市场 对昨天理想汽车的升幅 是特别强劲的其中一个因素 总体上对整个板块 我相信未来比较大的机会 有机会在今年的下半年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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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